一般那個蜜蜂如果要去潮蟲是鵝類的 你說有除了蘇利菌 黑漿菌 黑漿哪個黑 就黑色的黑啊 薑呢 薑絲的薑 薑絲 薑絲 薑絲還是薑絲 薑絲的薑 會跳的 那怎麼用那個東西 那個就是你買原來原廠的生技公司的 生技公司的那個黑漿菌 原料包過來 一般是這樣用就好 你要省錢的話 那一包可以用20年 怎麼做20年 自己培養 自己培養就好 怎麼培養 你就要用那個 那個台糖有賣那個糖蜜 台糖糖蜜很便宜 一桶大概20公升 一桶大概連印費加起來 大概不會超過500塊 所以你培養好 那如果是原液的話 它是粉狀的對不對 粉狀的 那我如果充 你只要加一公克就可以了 一公克配幾CC的水 配一公克啦 一公克就是你的糖蜜 看你要擴賠多少東西 我如果說我直接噴蜜蜂 去潮蟲的那個 你要看說明書上面有 一般都是200倍 200倍 我泡五CC變成一公升 那我用不完 我要怎麼辦 放在冰箱 冷藏還是冷凍 最好是冷凍 它均速 我們均速一般都是 對速增值起 它會倍速繁值 冷凍就是變冰塊 對啊 它會休眠 它遇到環境不對 它會休眠 那我如果變冷凍休眠 變冰塊 那可以存放多久 休眠 看你的冷凍溫度 越低 它可能可以越久 那我如果像我一般日地冰箱 一般冰箱就零下10度而已 那可以放一年沒問題 放一年沒問題 然後我如果要用把它解凍 解凍 解凍如果還要讓它復活 再加一點糖下去 那就更好 它又有食物 如果加蜂蜜那種糖 可以嗎 當然可以 這比較浪費 我解凍完全冰塊融成常溫了 然後再加點蜜糖 然後呢 就休眠兩三天 常溫兩三天它就會對數增值起就來了 然後打到飽和 它就靜止起 然後它沒有食物吃有沒有 它就衰退起 那我如果 一般都是兩個禮拜一個週起 細菌大概是兩個禮拜 它是一個週起 那我如果解凍完了 回到常溫 給它一點蜜糖 那基本上讓它增長 三天到一個禮拜是最高峰 這時候來噴草皮 那效果會比較好 細菌素會比較多 那當然 你不知道有細菌多少 對啊 你就買一個顯類鏡來看 不就好 那就 不便宜啦 聽說是要三萬倍的 最少要兩千倍的 那我只要 我只要解凍 餵一點糖水 三天再來噴 細菌素會比較多 那就應該一定有效 有效 要接觸到蟲體才有效 可是它們 要噴在蟲體 那現在潮蟲氫 它們都是用那個鴨舌片 就是那個 鴨舌片 浸一下潮蟲氫 浸一下那個藥劑 再擺在那個蜜蜂 但是它會乾啊 對 那怎麼辦 乾的話 你不要讓它那麼快乾 可能要加一點那個什麼 不容易乾的東西 譬如說紫尿褲 紫尿褲不是有一種膠吸水 它會膨脹那種 那怎麼講 化學的 那個PA PA的東西 紫尿褲有沒有 會吸收水分子那個 那個就可以了 化工店好像一瓶 好像一千的樣子 可是潮蟲氫片好像沒有 沒有它沒有 它最主要是說 你那個潮蟲氫片放在底下 會放在哪裡 它只要 蜜蜂有清過 因為它手腳會去沾到那些 沾到它會清 然後去清理潮內 那些菌就帶進去了 對 然後草蟲又挺清 吃過 還是草蟲爬過去啊 這也有可能 就感染了那個 就對了 你可以箱底全部鋪那個東西 要讓它爬 最主要蜜蜂會它清 會清那個腸 一般我們會透過這個動的方式 然後再給你一遍 就好 你會不會 吃到